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我是啟發的郭先生 台北股市今天開評告以後跌 好 那今天跌38點 量是831億 好 那眼尖的投資朋友 其實 來 看電腦 其實眼尖的投資朋友 當昨天沒有看到的時候 扣高轉折 那代表今天會跌 那今天在這裡 明天 後天 大後天是扣高轉折 所以告訴你 明天今天收9110加全喔 那明天扣9145 代表明天扣高轉折 形成線下空盤 聽得懂嗎 這短線上的 第一個 你先界定出來 喔 原來明天不會太好 甚至很多人告訴你 明天台子期結算對不對 那其實台子期結算 外資的多單有6萬多口 那它一部分的多單 會轉倉到9月份 那一部分的多單 在明天它會賣掉 它會賣掉 即使讓它自動結倉 它只要是賣掉 都是一個所謂的賣壓湧現 所以明天這個盤不會太好 我今天就先跟各位講 那我們跟各位講說 扣高低轉折 當初來在這裡 來 漲上來的時候到9200的時候 那你算出扣高轉折 它就會跌 那昨天他告訴你 扣高轉折 還是一樣在跌 這都事先預算的技術 那你要學的所謂的技術分析 它絕對不是事後的 很多人告訴你 站上頸線做多 那你為什麼不在右肩破線的時候買 站上頸線做多 不管是負荷頭肩底 或是圓形底 或是W底 那帶量過頸線以後 賞戶會買 其實我就會賣 那很多人告訴你 站上頸線做多 各位想想看 站上頸線在個股 或是指數上都已經漲一大段 你才來做多 不對 你應該是在破線的時候買 那破線一定是消息最不好 一定是利空 一定是賞戶都看不好的時候 那反而是一個什麼買點 那低檔不買 漲上來站上頸線做多 你這樣做股票永遠不會賺錢 因為你跟所有人都一樣啊 所以我一直為什麼跟各位講說 所有的技術分析 它是沒辦法去做到低點跟高點 但是郭憲政的可以做得到 我每天事先預告給各位 來 昨天8月15號講8月16號 對不對 我們跟各位講 這都事先做預算的 那我家權可以算得出來 我旗子就可以算得出來 那是問各位 我可以算得出來 那我旗子能不能賺錢 可以齁 我昨天是不是告訴各位 8月15號 我講8月16號 政隊收向上在9176 雙關架的上限在9176 那試問各位一下 今天開盤9146 直接拉到9165 那來到這附近 那已經是相對高了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 短線上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9175附近是空頭抵抗區 來到這附近 接近它 你不要看好 但是賞物 一開盤 一開盤 看到這裡 跳空上開 對不對 一開盤是不是在這裡 8月16號 9點05分 有沒有 跳空上開 然後又出量 你就會進去買 結果你看我電視 還有學習到我技術分析 你就知道這邊是空點 那政隊收向下在9100 破雙關架的下限在9099 所以我昨天8月15號講8月16號 我說跌到這附近你不要看壞 今天最低 跌到哪裡 9082 對不對 那收盤 9082是超跌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那跌破9100以下 是超跌 那超跌它一定會反彈 收盤9110 那就告訴各位 這裡來到這邊是空頭抵抗 靠近它 你不要看好 跌破它 你不要看外 那今天最低點9082 最高9165 高點差10點 低點差18點 好 那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我一開板我就會做調整 來 怎麼調 怎麼調 這用5分K 來 建議開板在這裡 9點05分 這根開板是不是過昨天的收盤點 好 那 我沒看到後面我只看到開盤 那我要去抓 今天的高點在什麼地方 昨天事先算的是9175對不對 喔 原來 欸 開盤點是這一根喔 我沒優這一根算喔 我優收盤點 昨天收盤點算喔 喔 今天的高點大概是在這裡 9167 今天最高 調整一下我是不是算出來了 9165 那低檔 我昨天告訴各位9100 欸 一定會看到9098 那你從這裡到這裡 這裡有沒有60幾點 接近70點 高點你有沒有算到 低點你有沒有算到 我都沒看到後面 這就事先預算了 好 OK 那一開盤以後 真的最高來到9165 那你就要開始再做調整啊 好 我試問各位 對不對 開盤這一根你會不會去追 會 但是我算出9167 好 那真的來到這裡 賞戶會在這裡買 因為這裡帶量過千高 對不對 然後呢 二高盤上來你就會進去買 然後我就告訴各位 不妙 然後呢 我就知道它會跌到哪裡 OK 再重算一次 調整K 一開盤我剛剛算過一次 原來高點是在9167 它一定會跌破9100 那開盤以後最高來到9165 那我這裡都沒看到我就算出來 喔 原來低點在這裡 今天最低在什麼地方 9082 那來到這邊是不是又破線 破線 一般來講破線投資朋友一定抗壞 但是你事先算出來這裡是9087 所以這裡見低 也就是說你在這裡在做放空 或是在這裡抗壞的時候 那反而我算出這裡是低檔 這裡是買點 好 那高點跟低點確定出來了 你怎麼去算它會漲到哪裡 我又沒看到 這就是功夫技術啊 我剛剛在講的東西各位聽得懂嗎 這外面你學不到喔 喔 原來 9082這邊會漲到9114 這裡最高到9120 也就是說 來 這重複一次 來 我現在表演一次給各位看 重點是 昨天事先預算給你 這裡是空底 今天最高9165 那我跟各位講跌破9100以下 是多底 跌了越多你做多利潤更大 這裡你不要追 這裡你不要看壞 那你高低點怎麼把它抓出來 然後一開盤 來 再重新來一次喔 這裡開盤 開盤點9.05分 好 我沒看到我就知道 來 怎麼算 你不會算 你一定不會算啦 那這有沒有很多人在學 有啊 我從這裡算喔 這裡都沒看到喔 好 OK 喔 原來 一開盤我就知道這邊是高點 那賞戶這裡 兩高盤以後一定會進來買 因為做指數人一般來講是見掌追 那你昨天看我電視節目 然後一開盤再調整一下 你就知道這邊是高點 那昨天告訴你9175 開盤我就知道9167 對不對 好 下來一定會跌到9079 這一段最少會跌670點 好 真的一開盤以後 它真的最高來到這裡 9165 喔 不是算9167嗎 9165 好 OK 那你就可以開始算 它會跌到哪裡 沒看到後面喔 在做調整喔 喔 原來這裡9165是高點 它會跌到9087 那這裡最低就跌到9082 這一根是不是破線 那破線所有人看不好 你算出喔 原來這邊是低點 然後呢 高點抓到 低點抓到 然後呢 它會反彈到哪裡 也就是說 你事先預算 當下調整一下 我跟各位講喔 我現在在教的這些技術分析 是我會員幼稚園的技術分析 9082我就知道會談到9114 9114 最高的9120 聽得懂喔 請舉手 也就是說一開盤 我就知道高點低點 然後行進過程裡面 反彈到哪裡 彈到哪裡 你全部都可以算得出來 重點是今天你就可以算到明天 明天一開盤 行進過程裡面 怎麼去做調整 這才是功夫技術 那也就是說 你已經知道高點跟低點在什麼地方 調整一下 非常準 那這外面是學不到的 那這些都是我在教我會員朋友的 來 我們8月20號 台中技術班 針對會員的部分 一個投股老師 還願意抽出時間 利用假日來交會員朋友的 我跟哥哥講 200多個分析人員 在節目上分析的人員 大概不會出 不會有超過五個 我是其中一個 你跟著一個投股老師 你有他的訊息以外 你還可以去學到 事先預算的技術 這對你才是一個所謂的幫助 聽得懂嗎 才有用 好 OK 那我們來談談 今天8月16號 我們來看8月17號 8月16號來講8月17號 我說正對收向上在這裡 過三關加的中關在這裡 這加權 當然我也可以去算台子 但是金管會規定 不能預算台子期 不能預算 因為它試圖影響行情 但是你加權是不能交易的 但是我用這個來告訴各位 我這個可以算 我台子期一樣可以算 規閉金管會得一個 所謂的事先預告 但是我台子期能不能算 可以啊 這個我都是在交會員朋友的 那我說8月17號 正對收向上在這裡 過三關加的中關在這裡 正對收向下在這裡 三關加的下關在這裡 好 那這個我們都事先算出來的 我們的技術分析 這都是我研究的 外面是沒有的 來 三關架 今天在這裡 你要算出明天的三關架 這加權的 你把它記起來 你看 這我發明的 那這三關架 今天我已經算出明天了 好 OK 所以你注意看 你看三關架的一個 所以下關在什麼地方 今天在這裡 我這裡不是告訴你嗎 9050 這裡面還有很多的稀巧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教的技術分析 它 它是 跟傳統技術分析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傳統技術分析 都告訴你 出現什麼狀況以後 可能都漲了一段的 才告訴你進去買多 可能跌了一段的 告訴你破線以後 叫你要賣掉間放空 那你是不是追漲殺跌 就比如講 站上際線 已經指數或個股 已經漲了一大段 你才進去買多 結果站上際線以後 其實有很多 在區間震盪盤的時候 它剛好是又多 你剛好進去 那漢要最高點 要不要再舉例給各位看 舉例這個 來 這是際線 這是際線 來 單一圖 這裡7200的時候 我曾經跟投資這麼談 這裡是低檔對不對 10014的融資斷頭 就是在這裡 然後上來 7200的時候 你不會想買 但是站上際線這一條綠色線 這裡是8400 8400 7200不買 站上8400才買 然後呢 站上以後我就不想去追了 因為我只有這一段 我算出 它的高點是在8940 這邊就8871 所以你沒有在低檔買 你在這裡買 那買了以後 你還不知道要出 因為沒有跌破計稅 當這裡跌破計稅的時候 你白忙一場 因為跌破計稅是8400 結果你在這邊賣掉兼放空 結果做多沒賺到 跌破計稅以後 多單出掉又反手放空 又被尬上來 那我們事先算出來 這裡是低檔 這邊是高檔 這邊是887 聽得懂請舉手 台灣投資朋友 是一般是聽不懂 一般學傳統技術分析的 它是有很大的盲點 那我比 告訴 我舉了一個例子 你注意聽 KD KD站上80 隔壁交易10點 高過高低位破低 出量 高空3到8個交易日 KD站上80 隔壁交易10點 高位過高低破低 出量 建高做轉折向下 聽得懂兩個狀況嗎 聽不懂 所以有很多人說 KD站上80以上 你只要賣或空 不對 就剛才我講的那兩句話 你好好的思量 一樣KD跌破20以下 反著一樣做 KD跌破20以下 就不會是什麼 不是不見得是買多點 KD在80以上 死亡交易差 死亡交易差 不見得就是賣多點 或是放空點 他可以擱空擱空手 3到8個交易時等 他會最好賺的一段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都一般技術分析的人 很多都不懂 如果你剛剛聽到我跟各位講的這兩種狀況 如果你長期在看技術指標 你聽到我這樣子講 你會嚇一跳 這郭先生真的有夠厲害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我在做股票 我做指數 我說低買高賣 我都是別人看不好的時候 我事先算到低點 我只在低檔買 當別人看好 來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或站上季線的時候 所有人看好的時候 我會賣掉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技術分析是要事先做預算的 傳統技術分析做不到 只有郭先生做得到 事先做預算 不然你看所有的分析人員 每個都是事後告訴你 他賺幾百點幾百點 事後 你自己來 你都比他厲害 有本事 8月16號講8月17號 我加權可以算得出來 我棋子就可以算得出來 一開盤 明天一開盤我就知道 高點跟低點 尤其棋子 那昨天告訴你 今天會扣高轉折 你沒注意聽 有沒有注意聽 沒有嘛 你沒注意聽嘛 今天很多人就賠幾十點了 那我昨天節目有跟各位講 那同樣的 明天的狀況 我有跟各位講 明天一樣扣高轉折 長到這裡你不要看 跌破這裡你不要看壞 但是明天整體來看 明天也是落 聽好不好 這是加權跟棋子的一個部分 那各股的部分 我都是低買高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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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話我又不跟各位多說啦 反正 身心眼珠人好 我說呢 做指數跟做個股都一樣 如果你在這個股市裡面 你都是見長追 我一直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贏家基本觀念 我做個股跟做指數通通一樣 我都是押回整理跌市 我才會買 我絕對不會去買 現在再漲或漲一大端 所以漲上來我一般都在賣 跌下去我一般我都是在買 我常常點頭等 那用這種方式高低點 我如果賣在相對高檔 或是在相對高檔放空 嘎不了我什麼空的 他還是要下來 對不對 頂多小嘎一下 我買在相對低點 即使再跌下去也不會跌很多 因為賞貨會在底部 砍光光 而且清潔溜溜籌碼更乾淨 我就再加嘛 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 8月20號台中技術班 我告訴你 如果抓家權跟個股的高低轉折點 短線長線 我都可以教各位 融資融券去原辦 各股的高低 還有無風險套利 的一個所謂實戰教學 還有什麼叫做 嘎空沙多頓鍵 密集成交線應用 鋼沖 隔日沖 的一個所謂實戰教學 還有如何事先預算 隔日台子期要漲或要跌 或是轉折價位怎麼算 或是事先做預算 當下調整值 外面都學不到 所以我常常這樣說 教育技術是我的證明 這頭股老師是我的呼籤 我自己去賺錢夠了 我不需要在這裡打滾不夠 我只是要提醒各位 很多人跟著我在學 然後呢我們可以事先算到低點跟高點 然後呢 家權跟個股通通都一樣 台子企業通通都一樣 那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啊 很多人輸不怕 見長追 見長追見跌砍 玩到最後還是輸了一屁股 那與其這樣 你要不要來學 要不要學 就這麼簡單 而且我教你的 都是事先預算的技術 清晰易懂功夫神 好 需要幫忙 現在賺錢學技術的 我們8月20號 這個禮拜六 台中技術班開課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數位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一名 生活更happy 你要成為贏家 一定要事先做預算 然後預算你就可以知道 加權或個股的 就是高低轉折點 那如果做調整 我也會教各位 8月20號 台中技術班開課 賺錢再加學密技 只要五折 一點點的費用 但是你學到的技術分析 事先預算的 卻是一輩子受用 很多人在學 希望你也共襄盛舉 速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他朋友 當年啟動至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知情再見 02389 8689 0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389 8689 2389 868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生意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突厥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營養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地震了 怎麼辦 1 爬上 2 引護 3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歡迎回到現場 各位如果長期看我電視節目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都是買在相對低 你之前的聯發科 TPK 凱聖 對不對 好 OK 時間不夠了 現在沒有人會講洪捷科 這裡屬於超疊 那賞物 那賞物 一般的分析人員會不會在這裡介紹 不會 不會 賞物會不會在這裡買 不會 疊了越多 我買了越多 這叫茂迪 這裡是高檔還是低檔 我會在這裡買 好 這是第三方支付的同亨 現在高檔還是低檔 賞物會在這裡買 會在這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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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這裡買 這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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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迪 賞物會買這裡 買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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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這裡買 好 所以呢 誰 洪亨 茂迪 還有 洪捷科 我就買在這裡 D檔 8086 就這樣 反正你認同我 買在相對D檔 你就跟著我 如果你想要去追 那你就去找別人 用我的方式 我一輩子不會賠錢 我大賺小賺都是賺 所以 你要跟人家去做追的 尤其偷顧老師 一向都是見漲追 都是買漲很多的股票 錢多的就歡迎去參加 就不要讓人來找我 想要賺錢學技術 你就跟著我 8月20號 這個禮拜六 台中技術班開課 認同我的理念 想要賺錢學技術 而且讓你一輩子受用的 注意廣告中實在電話 祝各位明天 操盤順利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 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之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集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8月20號 台中技術班開課 好 想要跟我賺錢學秘技術 速播 023898689 0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23898689 地震了 怎麼辦 1 爬下 2 引步 3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北都HiPiNet超值優惠雙小炮 新時代光星標網 加數位有限電視 平均月負真的只要690 加一連 再送數位有限電視 三個月 多人多機 同步無限上網 全家吃大寶 免裝機費 設定費保證金 再送WiFi分享器和數位機商盒 0809 096 11 0809 096 11 現實優惠先搶新人